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昨天讲到汪如龙对和申说 自从石头记改成《红楼梦》之后 老师你有没有想过 《红楼梦》这三个字有什么意义吗 和申当然看过这本书 他都明白《红楼梦》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现在看着汪如龙就说 我奇怪你为什么要持去严征呢 原来你们《红楼梦》只是出怪人 你的身体里面流淌着根本就是他们的血液 经常改不懂文人的气质 好了不说了 这个两怀严正 你不准辞 汪如龙见到事情有点不可挽回 就说了 学生想让豆扣回《红楼梦》一堂 不知道老师运否 和申笑一说 你一会儿一句上爷 一会儿一句老师 我能够不答应吗 我也正有此意 应该叫豆扣回到揚州一趟 老师 你有什么要交代豆扣的吗 如果没有 我今天就动身了 不用不急 等多一天嘛 和申虽然就不舍得豆扣离开他身边一日 但是既是汪如龙提出 也都不太拒绝 他就再问问豆扣 愿不愿意回去乡下一趟 豆扣非常高兴 过了两天 和申就叫豆扣和汪如龙一起 动身回到揚州 车走在路上 他们两个汪如龙和豆扣分开 各人坐一架车 走到半路 汪如龙就传话给豆扣 叫他过来和他共乘一架车 豆扣就不肯 汪如龙叫他车停下 自己走到豆扣的车前来说 你既认我为契爷 我即将你当成亲女儿 妇女同乘一两车有何不可呢 上爷素知我的为人 你只去不防 但是我有句说话 实在不能够等到扬州再说 在这里说不行吗 只是对你一个人说 你先上车吧 那么豆扣就到了汪如龙的车里面 车继续走 汪如龙眼定定地看着豆扣就说 维父想远走高飞 总是不忍心等低你 你愿意跟维父走吗 豆扣就眼定定地看着汪如龙 四目相对 忽视了很久 豆扣的眼中流着泪花 他终于忍不住 一扑扑在汪如龙的怀里面 实声痛哭起来说 父亲 父亲 你 官场上的东西你都看得出的啦 汪如龙就说 不要哭 你都知道 你现在依靠在冰山之上 随时这个冰都会倒的 是大奶奶公主也曾经劝过他 还编过那些戏曲 劝他该收手时就收手 但是谁都劝不住呢 你还没理解我的意思 如今即使他收手 也都死路一条 汪如龙对豆扣的感情极为复杂 当初豆扣在家企当时 他是歌技 汪如龙也没什么觉得 对豆扣有特殊的感情 等到将豆扣送给和申之后 他悔恨的心情就与日俱长 现在见到和申必死无疑 他反而痛恨自己 于是就企图劝说豆扣离开和府 其实这也是一个糊涂透顶的想法 但凡聪明的人有时办事情来 比愚蠢的人更加愚蠢 那么无奈 豆扣还是回到和府 而汪如龙就在一次的意外 跌到这个湖里面 幸好不死得被人救起 人就虽然不死得 但伤目就失明 那么盲的是怎么做官的呢 于是他严正的职务战就迟了 那么后来汪如龙呢 就不知道去了哪个地方 引力买来 到底他去了哪里 从此就没人知道 这个都是后话了 且说和申送走了汪如龙之后 竟然是元宵节 去年的元宵节 观灯呢 看盐放烟花呢 他就请乾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为的就是冲淡月食带来的恐怖 又有与民同乐的意思 果然就受到乾隆的报酬 今年的元宵节 仍是按照旧例在元宵宽 而正月初七 至江仪都的百年教徒 万多人已经率先造反 和申案头 竟然有关于百年教起义的奏捷 清晨 圆明远山高水墙楼前的小广场上 数十架烟火已经排好 到下午 皇宫大臣以及一些使者 就来到山高水墙楼前 坐在两侧 正宗就放着寓座 新时已过 乾隆就搭着小桥来到 后面就家庆和和申 乾隆帝入座之后 家庆帝向西就服侍站在那儿 于是太上皇向皇宫大臣就刺查 而和申就代表太上皇皇上 向各国的使节各次名查一群 又赠他们果合饼肉一份 这阵各种乐器齐名 接着满洲蒙古歌唱会开始 接着就摔跤爬杆射击这些表演赛 各种戏表演完 天就漸漸暗 这阵由三十人组成的大营登舞 就开始表演 每人手扎彩灯唱着太平歌 循环进展就偏偏起舞 不断组成各种类型造型 突然间 对应变几十个小圆圈 就围着一个大圈 而大圈就放着光芒 小圈情顺利地向日葵花朵 造成朵朵葵花向太阳 突然间小圆圈又变化了 变成火火明星 随后大圆和红星又重新组合成太平万岁 四个字 那这阵灯没结束 随后的示威将架子上的烟火点燃 突然间 一道烟火冲天而起 好像一道闪电 船迹 那道闪电就幻成千万条光导 光导五颜六色 赤红黄绿青蓝只有无所不有 随着一大片耀眼怨目的火光之后 只见烟雾蒸腾 又如蜜云隧外 将人带入仙境 此后福海沿岸 编织上摆好的花炮 就一起点燃 万响齐发之后 一时间似群星敌凡 原名原真正成了人间仙境 烟火观赏完了 太上皇皇上就赤熬款待 和身一一就向皇公大臣问好 他又来到外国史臣门的身边 他长久地站在那里 看着那些史臣门所食多少 一会儿他又扶下的身 向朝鲜史者含首置意 朝鲜及榴莲安林等国的史臣 都对和身表示感谢 和身就说 这个是太上皇皇上 叫我来看看大家 不要让大家吃得甘甜 观覽得开心 不是我私自来看望大家的 话说福长安有个姐夫 就是我刚才提过的 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兴 这个人叫财子 他的书法零射特别 他用三只手指扎笔 圆管写字独创一格 和当时的雍方江 楼勇 铁宝 并称书法四大家 他虽然 以书法名誓 但是偶射都潑不缓墨 勾勾勒勒 点点掩掩之间 那就是画画 他作画呢 就极小极稀奇 但是都是偶而为之 偶然画幅画 就被那些大方之家叹绝 那乾隆皇帝 素被称为风雅天子 他见到永兴的诗书画 也每每赞叹 他便常言到文如其人 但是偏偏这个成亲王的为人 和他的诗书画就截然不同 他娶了父行的女 直接就得了 好像山那么多的财产 但是却全被封于成王府中 那这个永兴平时 直接是铁公鸡一模不拔 可怜当朝第一宰上的女 加入到皇家之后 心想会有享不尽的富贵 自己家里都这么多钱 但是弊在呢 每日都是吃粥的 吃粥之外 都吃过一次肉的 那那个肉还是马肉 是永兴的城马死了之后 杀了来煮才有这些肉食 那这一位小姐呢 都可以忍耐得到 居然为永兴就生了很多个儿子 怎么知道永兴对那些儿子 一样这么孤寒 让那些儿子稍微大过一些呢 居然是教他偷人家饮 叫他学习三只手的功夫 那这里就讲精月初 永兴福晋就回到梁家 住在福长安家 福长安就数知姐夫孤寒的 那想叫姐姐多住几日呢 永兴就叫几个儿子跟来煮 那几个儿子在父亲的教导下 是三只手的高手 竟然将舅父很多的珍贵东西 偷走了 那后来福长安就发觉 很多东西不见了 就找到永兴那里 那永兴就反而就说了 你做舅爷的 不给那些外生压碎之物 反而要他自己拿 哎,你不自责 反而怪人 福长安心里面真是激气 为了说 我的东西之中 有价值连成的宝物 呵呵 如此就应该包养你的外生志系 他们眼光独到 尽得买富真传 都是识货的行家 其他的粗族之物 黄酸喜能日盐 当然是拿都拿这些正东西 福长安就说了 你若果不还个宝石给我就算数 不过你要给我作一幅画如何呢 福长安就知道 外边求这个成亲王字画的人是极多 他的字画居然说是价值连成的 虽然比不上他那块钻石 但是总是比凶手回去好啊 永生就说了 要我一些画是吧 想画什么啊 就画四幅春夏秋冬的挂屏 我在春天的时候挂照啊 好 那你回去吧 连日我画完就派人送给你 福长安就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啦 就回家等了 等了好久都没人见识画过来 就派个人去吹 结果拿到回来了 但只拿了三幅 不是四幅 而且看每一幅画上面呢 有几行诗句 诗是这样写的 世上之人真是族 求画必要作四幅 严冬过后何必春 唯有夏秋才富足 福长安一看 生气到真的鼻子都出烟 但是这个人是个亲王 他几个外生又是王孙 福长安就不敢跟家姐讲 他家姐知道就激到病 但是自己的宝石被人拿都不值得的 他想了很多日 想到和新可以帮这么忙 他知道 那些王子王孙就不怕帝哥 最怕和新 于是福长安等到袁宵节一过后 就找和新 将事情来龙去莫和他说 和新听完又说 若果是小件的物体就算了 但是既然钻石他都敢偷就一定要收藏 不过你将成亲王的三幅字画拿给我看看 可以吗 那第二天 那我和新看到那幅字画心中狂起 他心里面骂 福长安呀福长安 你真是个蠢人一个 这个缺了一幅的画 又有这首诗 绝对比那些完整的更为值钱 超过那些完整的不知多少倍 真是严冬过后何必春呢 那和新就将那些画收起来说 这幅画就送给我了 反正你都不喜欢了 至于你那个钻石 我一定同你拿回来 其他人的事和新就不理 福长安的事 他岂能不问 想想再说 乾隆每天都要写几首诗 这一日 可能年纪大 写一写一写 突然间 扎不望字 他自言自语就说 公宿的字 为什么就不记得呢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问人 他又不想掀字典 总是觉得自己想得起 一时想不起 但是毕竟就越想越想不起 不免对自己记忆力 有点怀疑 有点烦 根本和新在旁边看得很珍切 和新我都说过 他之所以做到今天 全凭他平时会擦马皮 最紧要 他对皇上的一举一动 都会擦眼观色 接着就说 太上皇 奴才有一事不想就 但不得不就 请太上皇恕罪 什么事啊 就来 和新就将永兴那首诗 就递给太上皇并且解释 说 这个是成亲王戏龙福长安之作 那乾隆本来就正在烦着 怒自己连老母记性 连个字都不记得 现在听说 自己的儿子又整股福长安 就说了 朕昔日曾经教训他 诗书画虽学问正道 但脱剑学习 沾染汉人漏习 难免凋失满洲勇武的祖风 此惯国远人心 梁妃浅线 今天看他真是以书画戏人 走入邪道 你看朕管束于他 和新就说了 路财听福长安及亲王福晋讲过 成亲王对儿子失于管束 致使皇孙尚奔走于合路曲行 由此等时将他们拒来 和新马上跪到就说了 太上皇息怒 其差亲王才高八斗 染汉人杂气实在情理之中 福又远染皇孙 亦不是全心有过 乃疏忽大意自此 路财前去传太上皇子 令其谨慎就是 田龙就说 你去吧 拿朕家法去 和新就拿着乾隆的家法 出了勤政殿 太监去传成亲王 自己就来到上书房 那些皇书门 看到和新手里面 拿着乾隆的家法 嘿嘿 个个都领教过的 吓得冷汗淋来 但是听到和新叫成亲王 就略略松弛一点 只见成亲王那两个儿子走上来 和新叫他们 扔你个屁股 家法面前 谁敢不从 那和新叫一个太监 过来说 打他 太监就不敢违抗 唯有拿着家法 对着屁股仔 啪啪啪的就打了 那到底打完之后 福长安的钻石 拿不拿得回呢 各位 读之后是如何 明天再说